他和孩子之间是什么样的频率相见 照顾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也许是一年 也许是两年 也许是几个月 而且他电话是老打 电话天天打 天天打电话 天天打 在前期采访中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幕 喂 你问他 他不是这个不舒服吗 他讲话 他是不舒服 他这两天都 这两天都不懂吃饭 他六点半 他六点半 一开始 双方讨论小峰生活的时候 大家还能冷静地交谈 但随后 谈论出国的事情时 双方的情绪就激动了起来 我问你下一步怎么办 孩子这个事到底是办是不办 你别不是 你别不是 你给我一个重点回答 我跟你讲 你要是办 我们就去照办的方向走 你要是不办 我们的撒手就不办了 你不要提这个东西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他在撒手可以出 我能撒抹车 他能跟他抹车 你也可以 到底是出事不出啊 什么事都得靠努力啊 靠争取啊 你不是他在这些努力 你回头都办完了吗 你不是在这些努力吗 那你为什么跟孩子说 不出国啊 你看 你看 天天这样 天天这样 李奶奶表示 像这样的谈话 不知道进行过多少次 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 对于小枫母亲 这种反复无常的态度 让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吴请不吴 这种反复 阿佐